嗨大家好,就是肥波 本集影片由素颜之本手工罩赞助播出 Q弹绵密的泡沫感 清新舒爽的气味 涌螺各地花草木植物原料制造 让你一罩从联洗到脚 全身都畅快 官网全面优惠中 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 淡水区一日美式地图试选 分别是大吉祥香豆腐 鸡道乐 以及老店淡水游玩阿给 最后是四叶关东煮 好的各位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好的各位的朋友 首先第一张 我们就来试一下 位在淡江大学附近 伸手学生族群喜爱的高CP值选择 它就是大吉祥香豆腐 虽然说卫星上看似你各位熟悉的麻辣鸭鞋 但它其实是臭豆腐搭配上鸭鞋 然后再加入你想要吃的主食 像我这碗配的就是米苔木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吃这种口味的米苔木 一碗80块CP值它确实是相当可以 好的各位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然后我们首先就来一吃鸭鞋 非常大的小贡丸 感受一下 入口第一个感觉 汤头的风味确实是不太一样 咸香为主 同时又带上点这种臭豆腐 都有的香气 不过鸭鞋本身的口感觉得是很好的啦 光看这个光泽就有一种嫩Q感 我们再来呢就是一下这个臭豆腐 论细致能力它这一块觉得是更强的啦 整理的这种微辣汤底 跟臭豆腐的臭香味结合在一起意外的和谐 而且你各位看一下它断面的孔洞就知道 整理这种滋润感水润度是非常充足的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它的米苔木本体 那它里面这些菜呢 虽然说看来是高丽菜 但它菜单上面写的是辣菜啊 应该就是所谓的类泡菜的概念吧 极度Q弹的米苔木跟这种细细的辣菜结合在一起 同时入口呢就可以感受到非常鲜明的口感特别 不过我这样吃起来我大概能够理解 为什么它生意可以这么好 整碗吃下来的口感是很丰富的 有这种鸭鸡的滑嫩 臭腐的滋润 同时呢再补上它面池的这些Q度 一大块的吸入口中确实是还蛮爽的 好的各位总结一点呢 大吉祥香豆腐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CP值很高的选择啦 风味上真的跟我们以往吃过的这种麻辣鸭鸭鸡不太一样 不会说到很特别 但就是多了一股这种臭豆腐的香气 同时口感上的组合搭配呢 又会变得更加多元哦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午餐时间我们来试一下位在街运站附近 来自于士林道乐舞台系列拉面的新品牌 它就是鸡道乐 光听见面就知道主打的应该是鸡白糖啦 啊不过呢我点的这碗又再特别一点 它是限定款的海老鸡白糖拉面 我个人还真的是第一次喝到这种鸡汤跟虾子的组合 非常的期待 那里面配的呢就是非常经典的中卷面 以及树肥的鸡叉烧 然后呢还有再搭配上两颗鲜虾馄饨 而且它的汤头表层看起来可以说是泡沫感十足啊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呢就走到它的鲜虾馄饨起手 感受一下 哦可是我一口下去我只能说 生虾馄饨那真的就是生虾馄饨 整体外皮呈现这种软Q感 同时呢还可以感受到它里面肉性的一点绵密 以及里面虾肉更加吐出的Q度 重点觉得还是它的汤头本身啊 我来单喝一口仔细的感受一下 入口喝起来我觉得最先感受到 是这种鸡白糖的浓醇感 同时呢可以感受到 你适当的胶质包括你的嘴唇 通常好喝的几百糖到这边就结束了 但它们家这种海老风味的 又会在捕沙骨虾头手熬出出来的甜味 不过呢我不许说刚才那次下去 最惊喜的我觉得还是它加入这些洋葱丁还有樱花虾哦 不仅可以增加点微距的层次 还可以带出更浓厚的鲜甜味 吃到这种熟悉的虾味 就会让我已经想到五之神的虾味沾面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它的中卷面 汤汁甩在我脸上 这一碗应该是我近期拍过 你在点摊的时候悬面印 印的最彻底的 口感的部分客人真的是非常喜欢 同时呢可以感受到中卷面这种 非常优质的巴汤能力 整筷子连汤在面吸入口中 真的就是虾味十足啊 好了那我们最后就来吃它的苏肥鸡撒烧 不过回过时呢我发现这碗的配置是没有糖心蛋的 想吃可能要加点 绝对不算是我拍过最软压的输费鸡 但是还好它的烫体本身相当Carry 可以在这种清爽的鸡肉相配之外 补上过很浓厚的这种虾头的甜味哦 吃起来非常有新鲜感 好的各位总结也呢 还有机道乐 我觉得相对我之前拍的另外一家道乐舞台系列的 好像是松露基本上口味的 个人实际会更在这个海老的一点 有种你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的feel啦 而且电影的氛围真的是维持道乐舞台一贯的系列 边吃面兼听歌这代强大BGM 有机会呢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山山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接着下一站是说来点满满淡水味的下午茶选择 它就是会在老街这边的老店淡水游玩阿给 在地开了已经有45年了 不过稍微回想一下 我大概有10年没有吃过淡水阿给 来这边复习一下吃起来是什么感觉 那当然呢还要再配送了鱼丸汤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口开之后再把里面的冬粉 跟底部的酱汁稍微给它拉一拉 闻起来确实是还蛮香的啦 我完全忘记吃起来是这种风味 整体在这种咸香无甜的风味之外 感觉又带了一点类似那种豆瓣的香气 那口感的部分我觉得是很可以啦 不会说因为蒸太久而变得太软烂 还是有适当的软Q感的 我们配上它外层的豆皮来试一下 顶端还有鱼姜把它封起来啊 配上外皮一起吃整体这种豆腐香气呢 就会变得更加突出 然后口感的话我觉得就很像是一般这种油豆腐的外皮 只是更加的软Q一点喔 配上它最上层的鱼姜吃起来 口感又变得很不一样 虽然说不会有太多这种鲜味啊 更多还是这种豆腐本身的香气 不过整体吃起来口感上 个人还真的蛮喜欢的喔 非常的有层次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的鱼碗汤 一这两粒相当合理 整体吃起来外皮鱼装的存在感觉 就是比它内心还要突出的 然后一样我觉得没有太多这种鱼肉的鲜味 更多的是吃一个丰富的口感喔 走一个扎死维Q路线 同时呢又会再补上它里面的小肉馅的绵密感 蛮适合在你吃完阿给以后来一串一碗 走一个清爽路线的首尾 好的各位总结也呢 老店淡水员阿给 我个人会觉得来到淡水充分值得试一下 相当有特色的在地小吃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鬼观众朋友 最后一站我们就来试一下位在淡金公路旁边 淡水在地开了已经有15年的日式观众主老店 他就是四叶观众主 没有错最近这几天都是英语绵绵 来上一盆观众主配上一碗茶余高汤 那是相当的适合 不过说真的这家真的是开热箱的比较偏一点一点的地方 所以还是能用这么好屹立不了15年呢 绝对是相当有料的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呢就从它的手工苦瓜风起手 然后因为我就坐在这个公路旁边 收音的部分大家在尽情见调或尽力了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观众朋友的肉馅毫无疑问专业人士 走一个扎实微Q路线 而且重点是它的这个绞肉馅是很有风味的 肉香又很够 同时呢又补上了点类似香菇的感觉 而且你吃得出来 它外围的这个苦瓜呢 已经是呈现非常软绵的池笔哦 吃完一块喝上一口茶余高汤 这个组合尤其是在下雨天吃它是特别的有Q啊 再来呢就是它的天胡萝卜糖心蛋 午餐没有吃到糖心蛋来这边补吃一下 口感甚至确是充分可以的啊 你可以感受到它外围炸出来的一点薄脆感 以及整体蛋黄的滋润 不过你单吃真的就只是鸡蛋风味啦 感觉比较适合鲁造点它的关东子蘸酱 再来呢是它的汤豆皮 这个还蛮特别的哦 招牌豆皮绝对不是叫假的 整体下去虽然说它酱汁的风味是很突出的 但老实讲它本身吸收这种柴鱼高汤风味 也不会说完全被盖过去哦 我们的鱼腕伏袋也是要来一双糕 整颗咬下去真的就是饱满再饱满 同时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淡淡的鱼浆鲜味哦 那么浓的程度绝对是海胖我们下午茶的阿根 最后呢就是它的腐皮榨菜收尾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观众组啊 腐皮榨菜卷充分可以尝试一下 论整体这种食材本身的风味它觉得是最浓厚的 你可以吃到那种榨菜的微辣 还有它外层腐的那种类似焦香的感觉哦 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淡水区 一日美食地图试选 今天真的是下次暴雨把它拍完 那本来的MVP 其实是我们午餐的街道乐 还有最后这个事业观众组 都是处于我个人蛮想要饿刷一下的啦 好了那要这样啦 我也要把所有的详细资讯留在影片下方的收入栏 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